1-17 节 2章1-10 节 好 我们一起来念 1章15节 有西伯来的两个夫妻收身头 一名施伯拉 一名古巴拉 埃及瓦郎队对他们说 你们为西伯来夫人收身 看他们临盆的时候 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 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17节 但是收身佛敬畏上帝 古巴拉埃及王的奔赴行 尽存留男孩的性命 2章1节 有一个立位家的人 娶了一个立位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 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 就取了一个五草香 抹上石漆和石油 将孩子放在里头 把箱子搁在河边的炉笛中 把箱子搁在河边的炉笛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 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 第四节 第六节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 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 她看见箱子在炉笛中 就打发一个悲女来哪来 第六节 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 孩子哭了她就可怜她说 这是西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第七节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 我去带西伯来妇人中 叫一个奶妈来 你为你奶这个孩子 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 可以 同你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第九节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 你把这孩子抱去 为我奶她 我必给你公嫁 夫人就抱着孩子去奶她 第十节 孩子见了 夫人把她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 就做了她的儿子 她给孩子起名 叫摩西 意思说 因我把她从水里拉出来 意思说 因我把她从水里拉出来 要我们念的 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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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